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什么 你想我说什么 哦 我知道了 元帅运仇帷幄 用兵如神呐 文青 到后去检开一下 快信 哦 元帅元帅 完蛋才帅 元帅 全而只是开玩笑 你别往心里去 叫他好自为之 兵刚皇上 青虎营探德 随兵三万 在三百里外向我瓦钢进发 漏了 好烦啊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 每天只走三十里就停下来 他们谁是领军 宇文成龙 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 裴士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宇文成龙和裴士基到不足为惧 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 这个人不可小叙 对 就是这个裴元庆 不过我们还看到 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将帅不和 这就好办了 传令下去 二级战备 每日探军情 每日三报 遵令 去吧 去吧 拜见元帅 你们懂不懂规矩 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报告元帅 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 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不用了 你们是先锋 当然有你们打头阵了 这还用说吗 我们用什么阵势 我一个人打吗 阵势吗 好 你们先去商量 然后再告诉我 最后由我决定 是 我们研究好 一定向你报告 元庆 咱们走 元帅 别怪我多嘴 在军中 除了大盛之外 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 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 否则被军兵知道了 会动摇军心的 元庆 你凭什么叫我 我喝酒动摇军心 你不听管教 我一抗帅令 才会动摇军心 男星 会动武力 爹 我没有武力 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 但是 他要证明给我看 他懂得行军 懂得打仗 我不会打仗 怎么指挥你的 你的意思是说 皇上没有眼光 不应该让我当元帅 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 好 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 看皇上是听我的 还是听你陪元庆的 元帅 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爹 我没有藐视皇上 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 我只是不服而已 爹 咱们不听他乱指挥 咱们走 站住 大胆陪元庆 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 来人 把裴元庆推出去 折打三十军棍 狠狠地打 棍棍见邪 元帅 攻打瓦钢又紧哪 不打他 本帅岂不危言扫地 快去执行 是 别管我 我自己会走 二哥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为什么怎么说呢 你把嫂子交给我 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这不关你的事 即便你当时在场 也只是多网送一条性命而已 那天是我运气好 跑到楚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好了 冰冰 二哥问你 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没有啊 我没出去玩 还说没玩 我跟你说 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 要做点正经事 我没有 我在容姐姐的学堂里帮忙 偶尔 背背孩子们呢 我看你啊 帮忙是假 玩才是真 二哥 冰冰 你都已经长大了 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 做什么呀 比如说 女工啊 做饭啊 缝衣服啊 我去这期干什么 傻丫头 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 这些事你不做 难道要叫你丈夫装 那都不知道请人做呀 经过这么多事 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 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 我想啊 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 把你嫁出去 让你的丈夫婆婆 好好地管教你 二哥 那你舍得我这个 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我怎么舍不得 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 岂止是舍得 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可是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你这个 威武不凡 一波云天 众人敬仰的二哥 臭丫头 请 娘 我把冰冰带来了 夫人 这么冒昧请善姑娘来 真不好意思 来 快坐下 来 坐下 夫人不要太伤心了 保重身体要紧 你们放心 当年我嫁给他 他爹那天 我就已经准备好 会有今天了 这就是一个人的命 还好 又承认他爹 可以死在身边 已经比那些 石骨无存的将士 好多了 我已经安慰了许多 娘 承儿 你先出去 娘有话要跟善姑娘说 善姑娘 上次在吉州 挡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 真是对不起 都是我太任性 冲撞了夫人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那么任性 那么倔强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那个时候啊 我是将军的小姐 因为看上承儿的爹 不顾父亲的反对 跟承儿的爹 连走边疆 那时候侯爷就在吉州做官了 那时候啊 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 因为 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承儿的爹成亲 把我爹给其坏了 承儿这种反叛的性格 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他哪里像您啊 依我看啊 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 一样那么倔强 承儿啊 为了和你在一起 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 承儿喜欢和你在一起 竟然不顾爹和娘 夫人 您就放心吧 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 他寂寞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真是个好姑娘 找我什么事啊 你拜佛 还拜观音的佛 你想出家 哎哟 傻小子 我当什么尼姑啊 是为你的事 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 哎呀 娘啊 我都跟你说过了 不娶媳妇 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哎哟 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的 哎 你现在是皇上了 身边得有个皇后 我呢 就等着抱孙子了 娘 我现在是个反贼 反贼又谁肯嫁呢 哎 等我迟一些 给一帮兄弟一起公路长安 作证皇位 到时候三宫六院 兵飞过牌 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哎呀 正因为你是反贼 娘才为你担心呢 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 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 你就完了 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 要今你要听娘的话 啊 我求佛祖 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 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哈哈哈哈 皇上 太后 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徐军师啊 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 身边也没一个皇后 我是为这事儿饶你的 我想让你呢 贴个黄榜 给她找个媳妇 不 招皇后 嗯 太太后是说 贴黄榜招亲 对 贴黄榜招亲 黄榜招亲 不行 娘好丢人的 丢人 没媳妇才丢人呢 你听娘的话吧 我说呀 菩萨会保佑你的 娘 你别这样啊 我一世也不娶老婆 我出家 做和尚 你敢 我打死你 太后息怒 太后息怒 有话好好说 您先别急 你真是的 我现在怎么说 我也是个皇帝 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 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 我给你留面子 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 太后 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 皇上 刚才军事报告 随军一到五里之外扎营 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娘 你看 您要提军 我即刻要打仗了 是不是不好呢 胡说八道 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军事我们走吧 陈告退 不 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傻小子 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 只是仗着宇文化级的势力 才坐上元帅之位的 他武艺平庸 又浩大喜功 且不懂兵法 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那个裴元庆 军事 你常跟我们说 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 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 力大无穷 擅使双锤 除了宇文成都之外 当属无敌 此人喜欢与人比武 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他力还有怎么样 我说不用怕 我们兄弟多 一个不够打派两个 两个不够打派四个 四个不够打派八个 我就不信打不赢他 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 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 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 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 报告皇上 宇文成龙与裴世纪二人 因为出兵意见不合 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二十军队 将帅意见不合 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 省得咱们动手了 报 报告皇上 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朕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这么快就来了 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 会会裴元庆吧 好 但他们人多 不宜震战 我们要抓住裴元庆 争强好胜这个弱点 打不过就退回来 我们用车轮战法 对付他 军命 林原庆 听说你武功高强 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 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 来吧 报上名来 善雄信 一波云天小关与善雄信 正是 好 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 今天 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陪人轻的厉害 好 江湖上人上 英雄不在马上斗 马上不显真功夫 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正和我心意 奇怪 为什么圆星要单打独斗 又非中了反才的圈套 军师 上将军快不行了 放我上去 也好 但是要小心 还是那一局 不求取胜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 你是谁 冷面寒枪 罗城 又是一高手 痛快 善将军 你先回去歇会 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那你自己当心 真好 那你必须的 那你先回去 刀 有其他人令你 我对付 秦将军 看来你也要过去 驻罗城一臂之力 好 老弟 我来帮你 你工作我雇用 等等 你是谁 我对不是高手的 没兴趣 我叫秦书宝 不是什么高手 哦 我终于见到驱沙宇文至极 沙里宇文成都包围 杨林的十三太保 小孟长秦书宝了 多谢赞赏 今日一战 如果两名高手合功 我瓦钢之行也就不冤了 一起来吧 不好 让瓦钢反才用车轮战术 太严惊了 又说骗了 这样打下去 不打死也累死 快 明镜说病 叫严惊回来 不公平 你们轮着都打我一个 算什么英雄 不公平 你不号称大随第二好汉吗 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 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我爹叫我先收兵 我今天不跟你们打 明天再跟你们打 好 明天再打 走 走 原青 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 爹 他们向我挑战 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你是在打仗 不是在江湖上比武 你这样一个一个打 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钢 我是中计了 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 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 难道你让我不守信啊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战场上无需讲信议 讲的是振前机智灵活 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爹 我明白了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你也累了 多吃块肉吧 不错嘛 还有心思吃饭 我问你们 哪个这么大的胆 擅自下令收兵 元帅 是我下令收的兵 瓦钢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 我怕他太疲劳 你说收兵就收兵 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 来人 炸弹 把陪士机拉出去 重打三十军棍 谁敢动手 一文成龙 有胆量 自己打一仗 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 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 连战场都不敢上 大胆陪元庆 还敢对本帅无礼 行 既然你不服 明天本帅亲自出战 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好啊 就让我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 来人 在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 和裴士机一起拉出去 各打三十军棍 什么呢 一文成龙 你这分明就是找茬 如果你打 就打我 如果今天你敢打我弟的话 我就宰了你 你敢 有什么不敢 就听你的 就打你一个 元帅 元庆打不得呀 他明天还要上阵扎敌呢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 就不要打我 你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来人 给我陪元庆出去打 上 元帅 雷将军 行 元帅 你先靠我的威风吧 嘿 雷将军 瓦当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啊 元帅 我阿钢战的反贼 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元帅你要小心呐 裴将军 不是我害怕 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 很影响我的发挥 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 你可要救我 元帅放心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有文成像 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 你放心是吧 裴将军 那我可去了 好 那你可看着我 放心 报 皇上 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什么 又是那个裴元庆啊 别去了 上次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 不打了 不是裴元庆 是语文成龙 皇上 如果是语文成龙的话 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 那不如这样了 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皇上 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好啊 快说 山将军 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 但只许拜 不许胜 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 军师啊 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 明明能打得赢 我为什么要输呢 啊 皇上你不要着急 臣自有妙计 只要皇上信得过臣 不出五天 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 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嗯 嗯 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 不过最后呢 你都没有失败过 嗯 好 信你这一次 不过这次 就要委屈善将军了 拜 一定要拜得像模像样 千万不能让陪侍机看出半点破绽 嗯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太可可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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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帅打赢了 弟兄们远帅打赢了 主部 快起草一份作折 给我向皇上报告 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是啊 恭喜元帅啊 元帅 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若是皇上知道了 肯定会加官进决啊 这瓦钢寨的反贼 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 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 本帅一出马 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元帅 这几仗虽然打赢了 但是末将觉得有些技巧 希望元帅不要轻敌 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 赔时机 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 本帅取胜就有蹊跷 你瞧不起我是吧 不敢 不敢 本帅心情好 不想与你计较 快下去准备兵马 再叫阵 这次飞让那几个小贼 人头落地 是 报 兵皇上 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军下来坐 不 来坐嘛 来 前后已经五天了 要是实在不行 暂时不要打了 皇上放心 鱼王已经杀出去了 就看这鱼有多大了 山将军 还是由你打头阵 记住要活的 鱼没有死的 遵命 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价了 瓦冬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少废话 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 来吧 屁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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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来人带下去 啊 走啊 走 快点进回元帅 快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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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中计了 怪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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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 你 跪下 皇上 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山将军果然神勇 先计一功 军师啊 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 捉他回来浪费米饭 啊 皇上 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 来人呢 在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是 哦 军师 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 哎 嘿嘿嘿 你够坏啊 你们这把反贼想干什么 是可杀 不可辱 好啊 那就把你杀了 来人 把他拖给你杀了 是 不要 不要 不要杀我 不杀啊 那就辱了 和齐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这位英雄 我只是个草包 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就饶了我吧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 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写信 写信呢 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我写 我写 嗯 王丞相 一计行事 是 犯贼 快放了我家元帅 否则杀上城去 杀你个集权不留 下面的随军听着 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 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 就速速退兵 满贼 我们要撤兵 你们是不是放过大元帅 你们先退兵 在半个月之后 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 我们都是瓦钢的义士 会说话说话的 好吧 一言为定 我们先撤离死你 爹 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 直接杀上去 星儿 这十万万不可 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 又是成将之子 此事 必须马上定告皇上 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 他爹以文化级 滴滴滴会击恨我们 快撤吧 走 加油 去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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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 在 军师 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 你看 王丞相 就问你妙手丹青 你看看裴世纪书法如何 你妙手临摹一封 原来裴世纪也是粗人一个 自己的那么难看 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 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真不是很明白 皇上 计策并不复杂 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 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 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走 走 皇上 他已经写完了 嗯 二位英雄 信 小人已经写完了 皇上我来给你 山马关总兵裴世纪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 位赠本帅军威 бук background x6 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物 落款是殿前遇峰大元帅余文成龙 二位英雄 信 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 对象 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书信写好了 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 但是现在 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什么东西 能给的我一定给 就是阁下的人头 你们 一会儿 就是阁下的大忌之日 你们说话不算书 知道什么叫反贼吗 就是反口腹蛇之贼 饶命 饶命 饶命英雄 饶命 这条计叫反奸计 以前中国量用过的 我知道 放过我吧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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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好犯人 不得对犯人无礼 是 你们是哪里来的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们是狱间征讨大元帅 宇文成龙的部下 奉元帅之命 靠拿你们到漠北冲军 你有什么证据 当然有 这就是元帅的手艺 翠云 这是真的吗 军业 开恩 不被一家老的老 小的小 你就放过他们吧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 谁让你们当家的 得罪了我们元帅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吗 不过 看你们那么可怜 我倒可以给你们纸条名路 或许 能救你们一命 尊爷 什么名路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 你赶快去瓦钢大营 向你们家老爷报告 让你们家老爷 求我们元帅开恩 说不定 你们还有一些生机 大人 今天山马关总兵 陪时机有礼物送到 好啊 乘上来 是 爹 爹 怎么了 爹 爹 这是 老木儿 这是 老木儿 老木儿 这是 老木儿 爹 爹 爹 在哪里啊 看我来抓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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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宇文化吉叩见皇上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宇文丞相 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 不能到明天早朝再禀报阵吗 皇上 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怎么了 宇文成龙在瓦冈寨战死了是不是 不是战死 是被贼人害死 废话 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 谁能敢害 陪时机 不可能 陪时机是先锋 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皇上 起过目 什么呀 拿来 是 让朕看看 让朕 是谁 劝儿宇文成龙 无缘无故被裴世纪杀害 他还自封元帅 写信来诬蔑我而 带兵不利 皇上 要为老臣做主啊 哼 走杖上明明说 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 怎么会带兵不利 况且就算带兵不利 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 不是说斩就斩 尿杀就杀的 把信拿来 皇上 大胆 传职 将裴世纪父子二人 缉拿归案 等候发落 皇上 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 那裴世纪一家人 早已然去楼空 我想 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 才蓄谋已久 可怜我大哥 他死的冤枉啊 既然他自封为帅 应该还留在瓦岗寨 李文将军 臣在 接旨 将裴世纪父子 斩首示众 臣遵旨 谢皇上 放了我们呢 快把我们放了 放了我们呢 快把我们放了呀 快把我们放了呀 放了我们呢 放了我们呢 谁在吵来吵去呀 放了我们 娘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 噼里啪啦 我睡觉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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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我们 凭什么看着我 皇帝你们敢打吗 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他是皇上 他这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 你们连皇帝都敢打 找死啊 女儿快 快给皇上跪下 快 娘 我怎么跪嘛 皇上 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 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 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娘 不用跪了 娘 不用跪了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 放下 你放心 我即刻会帮你们走的 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 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 姑娘 介不介意告诉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天马官陪侍机的妻子 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翠云姑娘 我叫陈鸟丁 为人请安 不敢当 不敢当 失礼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 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 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 你要好好地照顾陪家一家老小 特别是翠云姑娘 如果有什么差错 拿你试问 知不知道皇上信存心 小人一定好好照顾 大婶 请坐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请尽管找我 你瞎了眼了 谁是你大婶 人家明明是个黄黄闺女 出去 出去 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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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 我看起来 有点怪怪的 不过 他人心倒是蛮好的 翠云 你要当心 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你 你 你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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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我有重要的事情 娘困了 明天再说 不是 是啊 我见到一个女孩子 我好喜欢 我一定要娶她 真的 是啊 走 咱们去看看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娘 你看到吗 哪一个 啊 就是在床上那个 哦 哎呦 太老了吧 嗯 嘿嘿 不是啊 就是那个 阿娜多姿 好漂亮啊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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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旁边 明明是座山吗 啊 不是山 你不觉得 嘿嘿 他可漂亮吗 嗯 咬尽呢 你是不是发伤了 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 啊 不会 我一见到他 我就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咬尽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啊 总之我见到他 我就兴奋 我一定要娶他 这样啊 这样啊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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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文成龙 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了 陪活住之前 还在害我的家人 BABY 天乱纷飞 人间冷暖 儿女情长 抚过梦 有谁知 苦海无边 青冬初开 千金女 一朝好满军难远 愿落风尘 泪洒千年 苍天恨 到时红颜 多过梦 怀疑当年 再续情愿 愿天下拥太平 再安逸绵绵 每一年 美好一年 苦难却 垂一当年 要喜情愿 愿天下有情人 再爱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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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衣 不喜上 等下 治愿